让这四个豆子 五个豆子 佛经养五个豆子 四颗掉在波里面 其中一颗掉在佛陀的头发里面 佛陀故意用头 头发去夹着他的豆子 那个远远的乞丐 看到这一幕 跪在那边一根佛陀磕头 然后故事又讲回来 故事又讲回来 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位 佛陀有一天跟大叔 等一下有一个国王要来 这个国王连续做了四次的转轮圣王 这个世间最大的国王 他来的时候 连天上的玉皇大帝都跟着他来 大家都在排队在等 哪有这么伟大的国王 结果一出现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很幸福 身材又高又庄严 皮肤亮亮的 他叫四个转轮圣王的身份 天王也尊敬他 那时候等他这个国王走了 大家就合掌啊 安安啊 佛陀啊 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国王 这么庄严 做了四个转轮圣王 连天王都尊敬他 佛陀说 你们忘了啊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乞丐啊 他呢 布施了五颗豆子 这样撒过来 恭敬心跪在那边 我用锅给他接起来 所以四个豆子放在锅里面 他做四四皇帝 另外一个豆子 我给他放在头上 天王他将来也要做天地 所以各位 明天开始啊 朝我们董事长办公室 嗨 撒一下 下回话你做董事长 对不对 你供养 因为我们这边有文殊普达 所以我走到哪里啊 我都会这样 嗨 这样 我用水供养 这个 关心普达 水往上面叫供养诸佛 水往地上地上 布施给众生 水要不要钱 不要钱 那重点是心态的问题 有这个心态去做供养 刚刚我看到那四个字 卑制圣行 有慈悲 有智慧 做一个 圣者有道德 去实践 所以 这是我们教育的精髓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开始要来 念一下 来 做生命的工程师 你要开始塑造自己 但是 行为来自于心态 我从小有一个格言 对我自己而言 念一下 专心就是天才 做心的主人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生命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世界 很简单 记住 佛法不是我们去拜哪一个神 神是存在的 只要你道德 神会加持你 但是我们重点是 心决定命运 所以各位 现在你的心很脆弱 我会生气 我心情不好 我很想谈恋爱 我想看我女朋友 你的内心里面很脆弱 所以你要修行 最好的方法 打坐 好不好 打坐 念心经 甚至呢 你去绕文殊菩萨 当你在绕文殊菩萨的时候 我刚刚看到董事长 故意做成圆圆的 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绕 绕 你去绕的时候 文殊菩萨 大智慧 他就加持你 记住这个 所以你要用你的心去供养 那你的心 在绕的时候 一直念 我要有智慧 我要利益众生 你要这样想 因为你在讲这个时候 就跟文殊的心态合为一体 因为心心相应 所以各位呢 要掌握你的心 但是我们的心 有几个不好的 要消除掉 各位有没有听过西游记啊 我们年轻都看完西游记 我看各位这个年代 大概没时间看西游记了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唐山藏 猪八戒 杀物镜 苏怒空 代表什么意思呢 猪八戒代表我们的贪心 我要睡觉 我要女人 我要吃 叫贪 也代表我们的身体 像地板改猪 所以你的身体心态要守戒律 八条戒律叫猪八戒 我们叫八观灾戒 杀物镜代表什么 嘴巴 嘴巴要清静 不要骂人 但是杀物镜也代表爱生气 杀物镜脸黑黑的 都不笑的 嗔恨心 那苏怒空代表什么 我们的狡猾 聪明 但是狡猾聪明 离不开如来掌心 对不对 齐天大圣 所以唐珊珊给他取名叫悟空 你的心里要悟到空 很多人听到空就很可怕 我现在要有 我干嘛要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做金钱的主人 不要做金钱的努力 叫空 了解吗 什么叫空 我有感情 但是我不做感情的努力 我把感情去爱可怜的人 我去帮助人 这个叫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能够不执着他 好好的用他 叫空 空不是没有 就像我 我这辈子努力读书赚钱 我终于入了空门 为什么 哎呀 生命的意义 不要一直为了钱 为了爱情 为了出名 在努力 应该把自己 立下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各位 奉献 那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所以 猪八戒代表身体 要守戒律 杀物净代表嘴巴 要清净 输入空 代表你要掌控你的心 那 唐三藏代表圆满 所以唐三藏能够从我们中国 到印度 帮我们取经 西方 极乐世界 那你就找到生命的真理 所以我想各位 一定要懂了这个道理 来看西游记 做身体的主人 掌控自己的嘴巴 指挥自己的心 叫 深口意清净 这个就是西游 你就可以找到真理 找到真理 还可以回来帮助别人 所以西游记 要告诉我们这些道理 好 刚刚讲了 学佛是三种的发展 在辈子 来 把知识变成智慧 把感情变成慈悲 把意志变成愿力 我要做医生 医所有的病人 有钱没钱 我都要绑他 我要做老师 教人家真理 从世间的知识 教到真理 这个叫愿力 所以地藏菩萨 所有众生 念一下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这个愿好大 观音菩萨 哪里有苦难 就有我的存在 哇 大慈大悲 所以 这个是我们人格的发展 因为人有知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但千万不要把意志说 我要做一个有钱人 来享受 我要做一个最漂亮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要漂亮吗 不是 要把漂亮 变成一种 念一下 把漂亮 变成庄严 庄严是没欲望的 漂亮是有欲望 男人 多看我一下 你有欲望 那你就会有得失之心 所以 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就是佛教发展 目的也为了这个 所以 我等一下也会发给 晚一点 一本叫 因缘果报 那我希望各位去了解 这上面的道理 所以 一个人 为什么 讲话好听 为什么高 为什么矮 所以 在佛教里面 我先讲一个故事 为什么心态 可以改变命运 有一个国王 他老了 他要把他的国家 给他三个王子 但他不知道选哪一个 三个都不错 结果国王哪一天 就找到一个点子 他给三个王子 同样的钱 跟三个王子说 如果你们 谁可以把这个皇宫 用同样的钱 填得最满 我就把王位交给他 这个有道理 那三个王子 彼此也不嫉妒 各自想办法 结果 大王子很聪明 他去干嘛 他去买人家的那些稻草 稻草不要的 我就跟很多稻草 堆了皇宫 堆了一半 国王说 不错不错 聪明聪明 那第二个王子 更聪明 因为当地出产甘蔗 甘蔗皮不要钱 他就用车子 去把甘蔗皮 通通载回来 我堆了将近一半的皇宫 皇帝说 哇你更聪明 然后大家都要等三王子 他带什么回来 这个三王子呢 他很慈悲 他说这个 做王位要给大哥 给二哥 我是老三 轮不到我 所以我不要去买什么东西 那我这个钱要做什么好呢 结果他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 蹲在黑暗的地方 他就把这个钱说 我这个钱给你 希望你生活过得好一点 这个乞丐感动了哭啊 这么多钱 我要送东西给你 他身上没有东西 晚上他要起来上厕所 还有半根蜡烛 是唯一乞丐的东西 他就把这个半根蜡烛 他说你这个有钱人 我这个蜡烛 给你给你 谢谢你救我的命 他就把这个蜡烛 小王子就很高兴 把蜡烛放在口袋 等他回王宫 皇帝啊 大哥二哥就问他 他说 那小弟啊 你买什么回来 他说我没有买啊 我把钱送给穷人啊 皇位给你做啊 那你带什么 没有啊 那穷人就送我一颗小蜡烛啊 不然好了 我把蜡烛点亮好了 那时候刚好傍晚 一点亮 请问整个皇宫 有没有亮起来 国王马这么 你最厉害 一个小蜡烛把 所有黑暗的皇宫都照亮 百分之一百 所以把皇帝的位置交给你 所以各位 三王子无所求啊 不自私 慈悲 反而 大哥二哥都很佩服他 大哥说 我们国家就需要你 这种有爱心慈悲的人 来做皇帝 我们两个哥哥来帮助你 这样国家一定行往 所以各位来 念一下 心量越大 福报越大 舞台越大 这一点是重点啊 我想各位都希望成功 今天将来你到社会上去上班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做董事长 你要说 我要来保护所有公司 爱护所有客户 所有大家人都尊敬你 反而你做总经理 因为你的心量 你的动机 你做医生 我只要医病人 没钱的更需要我帮助 那你这个医生呢 是别人最尊敬的 反而大家都接受你的劝告 因为你有加持力 所以在这点 希望大家了解一个道理 再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 我怕各位空气 第二个故事 有一位女人 四十岁了 嫁不出去 又黑 又肥 又胖 她活着没意思 她有一天就 走走走走 走到河边 算了 我真难受啊 跳河自杀 跳下去 结果有个老和尚 大吃大悲啊 老和尚早就知道说 经常有人在这边跳河的 她准备去救 她坐在那边 是准备救人的 她不是为自己要开悟啊 什么打住 结果老和尚就赶快跳下去 把这个女人救起来 这个女人说 老和尚你不要救我 我活得很痛苦 我不如死了啦 老和尚说 不要这样想 你现在没有死 我教你一件事情 那个隔壁乡村 很多可怜的老人 没人照顾 你这样好了 你去照顾他们 你可能会找到快乐 如果你不快乐 再回来找我 结果这个胖女人 好了 既然没死 老和尚这样讲 她就去照顾那些 那些可怜的 没人照顾的独居老人 结果 那个老人院有个功德主 年轻的董事长 长得高富帅 她不喜欢追求美女 她认为有钱 去帮助别人 结果她经常去老人院 去布施 去帮助老人 她就看到那个女人 天天在那边 她就问里面的院长说 那个女人你给她多少钱 她这么努力 院长说 那个女人不要钱的 人家来做义工的 哇 真美 这样 这个董事 这个有钱人就偷偷爱上那个女人 就跟院长说 不能安排一下 我跟她吃吃饭 她真美 这个董事长有没有眼光 好色的人看皮 有智慧的人看心 听到没有 真美 这个董事长天天跟她约会 后来就娶她做太太 你看麻雀变凤凰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丑女人嫁给了高富帅的老板 就去跟跟老和尚感恩 老和尚说 你看嘛 你以前都是 哎呀 嫌自己丑啊 肥啊 追求别人好啊 你过得很痛苦 现在你无私的奉献 去帮助老人 你成为最美的 你得到最好的结果 不但如此 董事长娶了一个 这么样的好心的人 当然更赚钱 更赚钱 就把老人院做得更大 那她的太太就在那边做大功德主 这样生命快不快乐 有一句话念一下 放下徒岛 立地成佛 那什么意思 自私就是徒岛 你开始想要去帮助他 帮助别人 你就找到生命的光了 讲到放下徒岛立地成佛 还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啊 这里面有一个典故 有一个小和尚啊 从小出家 他师父都教他 不能杀生 为什么不能杀生 念一下 生命平等 一只蟑螂 一只蚂蚁 都希望快乐 不要痛苦 如果你去杀死他 他会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 行为反作用力会跑到你身上来 你会多病啊 骑摩托车不小心会车祸 走路会跌倒 因为呢 生命不是死了就没有 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这个老和尚就一直告诉小沙蜜说 不要杀生了 来这边出家 不要杀生了 那有一天这个小和尚 抓了一只青蛙 他喜欢玩嘛 他也没有杀他 抓青蛙就玩玩嘛 有一天老和尚规定他打坐 他就砰 赶快坐下去 他不了解青蛙 刚好在他铺团上 砰 得戏 青蛙要扁了 死了 哎呀 他这个小和尚就哭啊 师父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老和尚就说 我就跟你讲不要杀生 你还抓青蛙来玩 你看 你要下地狱了 小和尚就说 那怎么办 我刚出家就要下地狱了 那老和尚就说 你赶快啊 你现在赶快去忏悔 不然你会下地狱 我怎么忏悔呢 老和尚就说 你压死青蛙 你要去跳癌自杀 你如果跳癌了 你可以消你的杀业 小和尚 真的吗 他就哭啊 哭得稀里巴拉的 吵着他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啊 你们送我出家 结果我现在就杀生了 对不起你们啊 师父叫我去跳癌啊 不然消不了 杀的业啊 他就哭啊 哭啊 哭啊 跑到悬崖上面 准备跳 事实上老和尚只是考验他 不是真的要这样 看他有没有决心 结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走过去 看到小和尚在哭啊 准备跳 那个年轻人就说 小和尚 你要干嘛 他说不行了 我要跳癌自杀 你干嘛要跳癌自杀 因为我 我杀死一只青蛙 如果我没跳啊 我师父说 我会下地狱啊 这个年轻人一听 吓坏了 整个脸翻摆 为什么 他是杀猪的 你才杀死一只青蛙 要跳癌 要下地狱 我每天杀二三十只猪 怎么办 这个年轻人说 小和尚你不要跳 我替你跳 我干脆 蹦 他就跳下去了 结果老和尚在下面 就化成一朵莲花 把那个离离离 屠夫啊 把他这样 这个叫什么 放下屠道 离地成佛 他就跑去出家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过去怎么坏 都没有问题 那是过去的 就像我以前也是个坏人 我这个人啊 你不要说我是好人 我喜欢跑监狱 因为监狱是我熟悉的地方 我在社会上 这样玩过啊 黑白两道 我都跑过啊 我只是觉得说 这也是三宝的加持吧 让我了解很多东西 也有好处吧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中国人了解这种道理 所以告诉我们 被四个字 念一下 诸恶莫作 简单的来讲 伤害到别人的 伤害到世界的 破坏到环境的 你通通不要做 因为这个事情 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 刚刚各位听我说了 丢纸蟹皮肤会不好看 骂人声音会不好听 偷别人的钱 你会贫穷 贪的人也势必会穷 所以爱骂人 乃至爱生气的人 相貌会丑陋 所以各位要永远 我们慈民中学 漂不漂亮 干净漂亮 我们董事长 有这么多法师 按照佛陀的教法 创造一个极乐世界 一个净土 希望大家在这边 不会做坏事 找到清净 找到什么 念一下 找到自己 这句话最重要 找到自己 现在的人 把快乐定在别人的给予 别人肯定我 别人跟我爱情 给别人称赞我 这个叫迷失自己 现在的男人 在名片上 印了一大堆的 这个会长 什么长 什么长 这个叫迷失在外面的世界 离开了自己 所以各位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离你最远的 就是你的心 这叫心跑掉了 追逐的外在 特别现在是网络时代 如果今天没有规定 我看大家每个都在玩手机 在追求着里面的欲望 我要看美女 我要看唱歌 我要看一些精彩的 你的心就越来越乱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抓住你的心 不要把心流浪在外面 这个把心流浪在外面 那就是痛苦 我们叫流浪生死 所以佛教教我们要离 离就是把心拉回来 而且进一步的离是 不被影响 你骂我 我保持安静 你诱惑我 我还是平静 不会被别人影响 各位要开始练习自己这颗心 最好的方法 各位可以抄课本 你觉得孔子这句话不错 你觉得老子这句话不错 你觉得有一个智慧的人 讲的一句话不错 你把这四个字经常念 卑智慎行 一步一步一画 心就定下来 各位一定要练习 当你心定下来 念一下 灵静自远 你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未来怎么发展 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会知道 你心如果像一个镜子 就像我们摄影机 擦得很干净 焦距调得很清楚 它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收在它镜子里面 很清楚 但是各位主要 我问各位 镜子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还假的 这是最高的智慧 我们往往把爱情 金钱 房子当作真的 我要我要 这个世界所有你看到的 都是镜子里面的东西 都是电脑里面的东西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太高了 这个是博士班的 但是跟你是小学中学没关系 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 来 念一下 世间的一切 都是假的 暂时的 虚幻的 如梦幻泡影 金刚经讲这句话 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心里就不会被它影响 偏偏 女人认为 爱情是我的生命 男人认为 臭皮是我的生命 我要比别人高大 开了车好 他把这个 把心态定在这个会破裂的东西 镜子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去拿 镜子就破掉了 所以各位 念下来 做一个智慧的人 了解一切 那你要去分析 前面的花 我问各位 这个花 永远存在吗 没有 在一个礼拜以后就臭掉了 这个花为什么可以存在 有太阳 有空气 有水 有矿物质 有人类的栽种 离开了这些空气 太阳 矿物质 这个花不能存在 就像各位 外面的树 树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给我们氧气 我们给树恶氧化碳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一切的存在 都念一下 互相依靠 记住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讲的最高的真理 互相依靠 不能 对立 没有你 就没有我 没有空气 可不可以活 做个实验 大家三分钟 不要呼吸 好不好 死得没变 所以 生命不能够离开空气 空气从哪里来 氧气 太阳 照到树的光合作用 所以你自然科学 你还是要读啊 那树 不离开 矿物质水 所以 凡事存在的 接 念一下 息息相关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对你怎么样 你对镜子笑 镜子对你笑 背下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个道理永远记住 骂人者 人恨骂子 爱人者 人恨爱子 你乱丢课本 伤害你的脑筋 你伤害到动物的身体 其他人的身体 多病 短受 所以佛陀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 守持 慈悲的戒律 念一下 不杀生 长寿健康 像各位礼拜一 为什么要吃素 无肉热 不要把自己嘴巴的欲望 建立在其他动物的痛苦 不要把自己的自私的欲望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记住这句话 并不是说吃素 为了健康才吃素 吃素是一种 学习尊重万事万物 人也要活 动物也要活 如果你养过狗 你叫你去杀狗 那你会杀不下去 因为狗好可爱 所以我也有办了一个护生协会 我们已经救了将近来 大家随喜功德 什么叫随喜功德 别人做了好事 你内心说好味 你跟他功德一样 我们已经救了 念一下来 五千只狗 那没人说话 来 五千只狗 随喜功德 你救狗有什么好处 以后嘴巴不会哄哄哄乱叫 因为每天在喂他吃饭 让他快乐 我们已经救了 两万八千只牛 让他不被杀 在缅甸 泰国 斯里兰卡 印度 西藏 包括台湾 特别救那些乳牛 怀孕了 怀孕了 让他不要被杀 为什么 因为 救他的命 是不是救自己的命啊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不懂 我喜欢钓鱼 钓鱼 钓鱼就伤害鱼 而且我不吃鱼的 把他钓起来 然后就 他嘴巴受伤了 所以我经常嘴巴破 再来就给他带回家养 海水养在淡水 但反正就是养养到死 我不吃鱼的 所以我肺部不好 这是我的行为果报 但是我了解了因果 我忏悔 我不再钓鱼 我救了很多鱼 叫放生 救他的命 那我会不会改我的命啊 这很简单 听我讲一个我真实的故事 小时候的故事 我小学有三个同学很好 一个姓陈 一个姓郑 我姓黄 我们三个从小 下课以后 就到台北淡水河边 抓螃蟹 螃蟹抓起来 怕他乱跑 就把他脚拔掉 然后有一次 三个人抓完螃蟹 完了以后要回家 我走在草里面 另外两个同学走在 那个石头路上 结果我在草里面 走了之后啊 看到一条漂亮的绳子 就把他抓起来 结果撩到一条抓 就吓坏了 就把他丢掉 要丢掉 我没有要杀他 我只是吓坏了 那我姓陈的同学 炮戏炮戏 他叫我们打 第七节 第七节 我也不知道第七节是什么 以为心脏 心里想 就拿石头 三个人就把那只蛇 打得扁扁戏 他就回家了 这正常 每个人都如此 经过半年 事情来了 我这个陈同学 个子不高 他妈妈有一天 煮晚餐的时候 煮了一碗热汤 阿兄啊阿兄啊 他叫陈宰星 叫他端汤 去客厅的餐桌 他妹妹早就坐在那边 等了 穿个短裤 结果阿兄啊 个子小 那时候小学五年级吧 三年级 三年还五年级 他就把这个汤 放在桌上 翻到了 一翻到那个汤 就烫到他妹妹的腿 他妹妹哭啊 他妈走出来看 去死啦 不好 去死啦 他妈妈 结果 这个陈宰星 就走的那一条 我们打死蛇的那条路 一直走到 该转弯不转弯的河 淡水河就自杀了 自杀了 为什么 那一只蛇 各位你千万 蛇有记忆力 今天你杀死他 他的所谓灵魂意识 他就会测试你去 透过这样而死掉 他会引导他自杀 这是我第一次 面对一个死亡 我的同学 也对我人生有很大 我半年忧郁症 我都没有去读书 我都坐在淡水河边 在想 我这个同学去哪里了 因为他死了 隔天我们几天 去看他的尸体 因为那时候 淡水河有 那个是鱼杆 都是石油 所以他整个身体 变黑的 然后肿得很大 一个泡一个泡 然后他妈妈哭了 快死了 突然哭 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妈妈 我就跟阿姓说 哎呀阿姓阿姓阿 你赶快托梦给你妈妈 说你现在很快乐 不然你妈妈真的也会自杀 我那时候就生起这个观念 结果当天晚上 他妈隔天就要说 我那时候怎么找我 我说他去龙王爷做驸马爷 他妈妈就安慰一点 意思是说 这个孝顺的儿子还是跟他妈妈说 妈妈我去做龙王的驸马爷 我很快乐 你不要为我哭 他妈妈还平静一点 那是半年以后换我了 半年以后 我的哥哥为了一颗橘子 把我推到墙壁 用他的右手打到他的骨头裂开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我出家前 没跟我讲过话 二十多年 为什么 那一只蛇 本来让我的同学自杀 我也有杀他 所以趁我哥哥生气 我生气的时候 负债我大哥 我是用这个手拿石头 丢他几十颗 我大哥就这样 就被那个蛇像当鸡一样 打我 因为我那时候想的是 第七节应该是心脏 所以他就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他骨头裂开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 出家前一个月 我是三十五岁出家 痛 经常痛 痛到会昏倒 怎么意义都没有用 各位 一直死 找我报仇 后来我知道这个原理 那位台北有个老师 告诉我这个原理 台湾很好 台湾有一些人打坐 或是神的代言人叫基统 他看得到这些 他就问我说 黄某人你是不是常痛 我说对啊 因为我去那边拿书 他那边有很多宗教的书 他就跟我说 一只蛇咬在你这边 我说你乱讲什么蛇咬 我很大厨把我惊的 他说这你就不知道了 你有没有打死一只蛇 他一讲我就开始痛 因为我的记忆就跑出来 那只蛇我还记得 你打死他 你打死他